吃河南的饭砸河南的锅 在郑州开演唱会居然说河南人爱骗人 杨成林再次因脑残言论登上热搜 杨成林说话不过脑子 搞地狱骑士应该抨击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 河南风评不好背后的深层原因 就是整个社会诚信成本太高 以及为失信付出的成本太低 而河南只是替这个普遍现象背了锅 河南之所以长期背负负面评价的根源 就是偷井盖之说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河南人偷井盖的传闻 发生在2000年左右 当时互联网刚刚兴起 该传闻最早兴起于北京 在传播过程中经过夸大和各种加工 以额传额 大众因此对河南产生了刻板印象 2001年 天安门广场附近在两个月内 接连丢失了80多块井盖 最后警方在河南人开的废品回收站 找到了这些井盖 经过媒体的报道 网友的加工最后就成了河南人偷的井盖 据网友的粗略统计 2001年到2005年期间 关于偷井盖的新闻曝光量为辽宁四起 福建四起 北京三起 山东三起 以上偷井盖新闻当中 身份确认的有好几起 均没有河南人 通过以讹传讹 河南人为当年偷井盖的普遍现象 背负了骂名 此后 互联网对于河南的调侃和戏谑 也愈言愈恋 十个河南九个片 总部设在驻马店 诸如此类的顺口溜 当时在网络广泛传播 但显然这样的段子是毫无根据的 只是因为押韵 满足了乐子人的恶趣味 所谓三人成虎 段子手和乐子人可不管事实真相与否 在互联网刚刚兴起 大众获取信息有限的年代 河南人偷井盖和驻马店的梗 在网络大肆传播 导致很多人信以为真 至此 河南也成了地狱黑最早的受害者 仅仅是网友为了满足恶趣味 衍生出来的段子 就让河南人背负骂名 直到今天 我们实事求是的说 网友嫁祸给河南的这些罪名 放眼全国 哪里都有 通过现象看本质 社会诚信成本太高 失信付出的成本太低 才是问题的根源 杨成林事件 我看到很多网友在评论区争得面红耳赤 河南网友为自己家乡辩解的同时 也不乏各地网友展开的反驳 然而反驳的网友也无法否认 一些不良现象在自己的家乡也存在 所以争来争去 也争不出个所以然 属实没必要 正如前面所说 对于社会诚信成本太高 实信付出的成本太低 这样的普遍现象 如何去扭转 如何去改变 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